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带着大家简单了解了一下 Redis中的配置选项相关的内容 主要讲解了前两项和我们连接有关的 包括和我们快照相关的一个内容 那其他的配置选项呢,在我们后续课程中 我们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用到哪些配置选项 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那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Redis中的一些数据类型相关的内容 那在Redis中一共支持五种数据类型 可以来看一下 有我们的字符串类型 包括我们的这个字符串类型 可以通过Stream代表字符串 还有我们的这个Hashi类型 链表类型 集合类型 和有序集合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先看我们最基础的字符串类型 在字符串类型中也有一些和字符串相关的命令 我们也是 在学习这些命令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开启我们的客户端 跟着老师的命令一步一步来敲 这样的学习效果会比较好 首先先看第一个字符串类型 那字符串类型的也是Redis中的最基本的一个类型 和我们MapCatch的里边的这个Servetron类型一模一样 同样的是根据一个Key对应一个Value 那我们Redis中的Stream类型呢 也是二进制安全的 像我们可以通过它来保存图片 或者是像存储一些序列化之后的对象等等 那接着一个键最大能存储512兆 这一点需要了解 一个键最多存储512兆 已经很大了 好那接着和我们字符串相关的命令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之前在测试的时候我们也写过 像写过Site 包括写过Get 其实呢Site代表设置相关的Key 把它的值设置成什么 那它的语法给大家写到这 SiteKey 接着Value 在这块呢 在2.6版本之后呢 还有一些可选参数 那这些可选参数呢 都我们学完字符串 类型的其他命令的时候 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可选参数 其实呢也就是通过这些可选参数 可以实现我们其他的一些相关命令 像Ex 包括还有像这种 PX 包括还有我们这个NX或者是XX 这些配置选项 这些可选参数 都我们学完其他命令 回过头再来看 先来看最基础的 Site 键名 对应一个值 在这里边需要了解一下 在我们 Zip串的类型中 你所存的数据 都会当做 一个Zip串来处理 假如是你存了一个123 它也会 当做Zip串的形式来处理 那这个 Site的作用呢 已经说完了 设置 设置 Key 对应的值 值 值为Value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 需要知道 如果这个Key 已经存在了值 这时候 同名会产生一个覆盖 如果Key 注意 如果Key 存在 同名会产生覆盖 同样的 如果Key 这个Key 有过期时间 你通过Site 重新 设置这个Key的值 也会 覆盖我们的 这个 过期时间 这个呢 等我们学到 这个过期时间的命令的时候 再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那一般呢 有Site 我们说了 会有对应的 GET命令 GET 一个Key 根据这个界名 找到对应的值 根据 界名 根据Key 找到 对应的值 这两个呢 对照着来记 它的语法呢 也比较简单 GET Key 这样的形式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这个Site 来设置几个 你看 我想保存一个 SiftChart 写成一个Test St 1 值呢 是 This is a test 这样就可以 我们可以来打开我们的客户端 先启动我们的Redis -Server Redis.cunf 启动之后呢 再打开我们的命令行工具 Redis-cli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来Site一下 Test St 1 值呢 是 This is a test OK 成功了 我们再设置一个 Site一个 Test St 2 值 是Math EDU 又成功了 设置了两个 那现在我想得到它的时候呢 只要使用GET Key 我们可以来得到一下 叫做GET 一个Test St 1 你看返回了这个Key 对应的一个值 包括GET 一个Test St 2 得到了Math EDU 那接着我想对这个Test St 2 再设置一次 你写上一个Test St 1 这个界名是不是已经存在呀 这时候你对它重新复制 会产生一个覆盖 再得到一下Test St 1 会得到我们的Hello World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再看Site这个命令 我们就过了 GET 已经写了 得到什么 假如说你写上一个GET Test St 1 就会得到这个Key 对应的一个值 但是如果这个Key 不存在的话 它会返回一个NU 代表空 不存在 你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GET Test St 2 或者123 因为没有这样的键 所以说返回的是一个NU 那接着 如果你的这个类型 要不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通过GET 来得到的时候 也会告诉你一个错误的形式 会报一个错误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试验一下 先来用一下 假如说我们写一个 链表类型 L Push一下 Test List A B C 成功了 那接着你要通过GET 来得到一个不是SivTree 类型的键 它会告诉一个错误 Error Rong type Operation Against A key Holding the wrong kind of value 你看到 看到这样一个错误 需要注意 在这块给大家写一下 注意 如果 Key 不存在 返回 Nu 如果Key 不是字符串 不是字符串 会报错 那刚才写的这个链表类型呢 我们就简单看一下 之后会学到 这是Site和GET 相关的两个命令 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看 第三个 我们还可以得到 字符串中的一部分 那想得到字符串中的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通过第三个命令 GET Range GET Range 代表的是 返回 Syftrar中的 一部分 有点像我们PMP中的 截取Syftrar SUBSTR 那接着看一下 它的语法 GET Range 接着是Key 其实点 返回 结束的部分 那接着 用它的时候呢 你来看 就对照着我们截取 Syftrar来用 效果是一样的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设置过的这个件名 写过 像MathEDU 你可以GET一下 Test STR MathEDU 现在我就想缓 返回我们的Math 记住 字符串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 那接着你就可以通过GET Range Test STR 从0开始返回Math 01234 0空格4 你看得到了字符串中的一部分Math 这样的形式 同样的我们还可以写上一个复数的形式 再来得到 假如说从0开始 一直截取到哪呢 写上一个-2的位置 这是-1 -2 截取到这 不包含我们的结束符 得到 包含我们的结束符 同样的也是 得到了MathD 包含了结束符 如果只想得到Math呢 你写上0-3 是不是也可以啊 0-3 这样的效果 包含结束符啊 那接着我们的起始点呢 也支持复数 假如说你起始点写上一个 -4 -1 -2 -3 -4 从I开始 接着截取几个呢 截取两个 -4 -1 -2 -3 -4 截取到-2 这是可以的啊 刚才写错了 看好了 -1 -2 -3 -4 截取到哪个位置呢 截取到-2的位置 -1 -2 现在返回的是不是 IED啊 这种效果 那像刚才这种形式呢 它不支持 挽回走 所以说截取出的是一个空的四复串 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再看 也可以支持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如果说超出了我们的范围 你说从这开始 从零开始 截取到 你写上一个1000 这时候最大的这个字符串 是不是也就这么长呀 能给的我是不是全给你了 也就是从零开始 一直截取到我这个字符串的末尾了 一共这么几个情况 好 这是我们的get认识 返回字符串中的一部分 简单的测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来写 get 认识一下 test str 写上一个 从零开始返回到-3 零开始返回到 mys4 接着get认识一下 teststr 同样的也支持零到负几 加负3 再用get range test str 从-4 到-2 get range 刚才做的这个str 写上一个 从零开始 加1000 最大的就返回我们指定的一个字符串 get 这样的效果 接着再往下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第四个 get set get set 这个命令呢 是设置指定key的值 并返回我们旧的值 设置指定key的值 并且返回这个key 原来的值 旧的值 那这个命令呢 也比较好用 我们可以通过它 就可以以后做出一个简单的 技术器的一个 清零效果 那接着你可以看一下 怎么来用它 我们看到刚才在这 有两个 我们再set一个 set 在这来写也行 先在这写吧 它的语法 get set key 接着value 写上一下 get set test str 3 值呢 是一个key 接着 我们先set一下 现在我们得到的时候呢 是不是得到一下 teststr 3 就会返回一个key 那现在我们再来设置一下 teststr3 假如说写了一个key 这时候同名产生覆盖 它会出现一个ok 那如果你要通过get set的话 看get set 这时候它会返回 这个teststr3 原来的这个值 是不是king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str teststr3 写上一个key get一下 teststr3 king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set一下 teststr3 同名产生覆盖 你写上一个key 这时候出现的是ok 假如说你想得到它这个值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get set 这次换了get set teststr3 再把它变回key 这时候你引回车 得到的不是ok 而是原来 就上一个 这个key 原来的这个值 应该得到的是一个queen 这样的效果 那正因为有了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配合上 我们之后的一个命令 isr 来实现一个有原子性的一个 像我们的 计时器 复位的一个操作 就像我们手机中都有这个计时器 假如一点开 假如说停 现在得到的是9秒83 那这时候呢 我一按停 同时想把它复位 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9.83 得到 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数字清零 到下一次的时候 又从零开始了 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效果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 先用一下这个ncr 之后我们也会来学 先来一个计数器 ncr 或者我们先来试验一下 set一个 my count 只是1 ok了 get一下 现在也是 字符串的1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 ncr 开始来 my count 现在变成2了 再一次3 4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我们得到的时候呢 你看 现在已经变成了4了 没问题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get set一下 my count 写上一个 20 清零 从零开始 那你会返回 现在计数器中 已记的次数 看得到了 是不是这个4 这种效果 也可以 通过一个原子内 完成我们的这个 get my count 相当于写的一个 getmy count 接着再set一下my count 把它变成0 这时候你再得到 my count的值 就已经变成了0了 这种效果 也可以 这种记住器 就被重置了 假如说这个key呢 没有旧的值 它就返回一个nil 你看一下 再来一个新的 getset test str4 写成一个 this is a test 之前是没有这个key的 那这时候 它返回的值 就是一个nil 但是这个值 已经设置成功了 当你再得到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gettest str4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 同样的 如果这个 得到的这个键 不是一个serve串的话 也会报错 在这呢 就不带着大家 再来试了 来 写上一个注意 可以 当key 不存在 返回的是nil 如果不是 如果 key 不是 字符 tr4 返回 回报错 比较简单的命令 那之前呢 我们都是一次设置一个 我们也可以一次设置多个 也可以 可以通过 mset 那有一次设置多个的 就一次得到多个的 这两个也是一起来记 mget 首先我们先来看 mset mset呢 代表一次设置多个 我们的这个 key value 这个对 建制对 那现在呢 你就可以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 它的语法 mset 接着 跟上一个 key 接着 value 再往后 你可以再写多个 key value 这样的形式 就几个 点点点吧 一次设置多个 我们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 mset test str4 str5了 该写成一个 a 或者写成一个king 这是一个 test str6 写成一个mess test str r7 写成一个queen 是不是一次设置了三个建制对 可以 那设置成功呢 也会返回我们的ok 这样的形式 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一次设置多个 ok 那这个mset呢 我们没有失败的时候 因为它就是设置 鉴明对应值 除非你是语法错误啊 是语法错误 可能会失败 那接着再往下 可以一次设置多个 我们也可以 一次得到多个 那接着 我们可以来简单的先试验一下mget 语法 语法 接着根深key 这样的形式 一次来得到多个 它会返回一个或者多个给定key的一个值 那如果说你要写的这些key中有不存在的呢 它也会返回一个new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直接通过mgetteststr5 teststr6 teststr7 把它一复制 好 你看 得到了我们刚才设置的这三个值 那同样的 那如果你在写上一个不存在的 再写一个teststr8 这是没有的 这时候你会看到 一个new 这样的形式 代表空 mget mset 一次设置多个简直对 一次得到多个简直 这样的形式 也可以 也可以 那当然呢 你说我设置一个可以吗 也是行的 mset 同样的 如果这个简名存在的话 也会产生一个覆盖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常用的这几个 没完事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先把这个前六个 按照老师的操作 一起来 在你的命令行中 来执行一下 接着呢 下一节课 我们再来往下学 学习一下 剩下的这些命令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